韩力见此,面无表情,但是丹族再次一抬,冲着小山一踩而去。 原本原刺神山就沉重无比,再加上韩力本身的距离在这一冲击下, 黑色山峰再次一晃,顿时轰隆隆再次往下一落, 一下将老者身形彻底压在了山峰之下,再也看不见老者的身影。 韩力见此心中一喜,但也不会认为真的如此简单,就能击杀一名合体级存在。 二话不说,单手一掐绝,另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同时朝下方轻轻一拍。 黑色山峰通体灰光一闪,体级继续狂胀变大, 同时一股五色光焰也从洁白的手指中滚滚涌出,击在了山峰下方。 五色光焰所过之处,一层五色冰层在底部蔓延开来, 一下将方圆数十丈地面都化为了冰寒之地。 而黑色大山已经仗至了千余帐之高, 丝毫不比一座真正山峰差到哪儿去。 在如此情形下,韩力还丝毫没有停手之意, 体表灵光一闪化为一道青红向着一侧积涉而去。 那边清光一闪,顿光就诡异地没入虚空不见, 随之以黑色山峰中心,四周空中漠然传来了低沉的污名之声, 一口口青色小剑同时在虚空中一闪而出, 但马上清光一闪化为巴掌大的青莲。 这些莲花滴溜溜移动下,顿时四周残影引现, 更多的莲影浮现而出,也渐渐地游须化时, 一时间漫天都是莲花闪动,锁放光滑连结一起, 竟形成了一张巨型光幕,将老者彻底地困在了其中。 韩丽竟然趁此良机发动了春梨剑阵, 就在这时,一声暴怒之极的吼声从山峰底部传出, 接着一阵陌生玄傲的咒语声接连响起, 附近虚空中突然浮现出了一缕缕赤红光下, 开始不过十几缕,但随着咒语声加快, 红霞越来越多,片刻功夫后, 空中光芒密密麻麻,仿佛将整个虚空都染红了一般, 与此同时,此地温度变得奇高无比, 炙热高温,足以将一名普通人瞬间烘烤成一具人肝, 但马上咒语声一停, 红霞纷纷朝地面上冰层一闪, 没入其中,仿佛打了一般轰隆隆之声从地下接连传出, 接着扑扑几声闷响后, 一道道碗口粗细的赤红光柱破冰而出, 这些光柱只是闪动几下, 冰层就飞快地消化溶解, 附近的地面也在红光中瞬间融为了赤红液体, 几乎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大片地面竟转化为一座巨大的熔岩池, 黑色山峰在熔岩翻滚中徐徐朝下方沉去, 眨眼的功夫就没入熔岩中大半截, 果然只靠一些蛮力,还无法击伤到各项。 韩丽声音默然从四面八方淡淡地传来, 随之熔岩中黑色山峰急剧缩小, 化为了持续大小, 然后一颤之下,化为一道乌光击视而出, 但是方亦飞离熔岩数丈远去, 熔岩中默然传来了图性老者冰冷的话语声。 老夫洞府正好缺一座镇府之物, 磁包不错, 给我留下吧。 话音刚落, 熔池中立刻掀起了一波熔岩之浪, 石鱼丈高,随之红光一闪, 净化为一只翠红大手, 一把将黑色小山抓在了其中。 大手红光一闪, 想将磁宝拉回熔岩中的样子, 但是纵然含力收回了此山的大半威能。 但是原刺神山的其中, 自然也不是一只幻化大手可以轻易撼动的。 黑色小山只是闪动了几下, 在大手中并未移动分毫, 但被牵制之下, 同样无法轻易飞向附近的青色光幕。 但含力发出一声冷恨, 随之红色大手四周空间波动一起, 骤然间无数青丝从虚空中诡异浮现。 他们围着熔岩大手指示闪电般一绕, 轻芒闪动中, 熔岩所画大手立刻被斩得七零八落, 五根手指全都变成竖节掉落而下。 如此一来, 黑色小山趁机一声乌鸣再次鸡舍顿走, 只见乌光几下闪动后, 就没入光幕中不见了踪影。 那些浮现的青丝也随之一模糊, 凭空不见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果然有些神通, 怪不得敢正面硬抗老夫。 老者似乎并未动怒, 但话语却阴沉一场, 几乎同一时间, 熔池中熔岩一分, 老者浑身红光闪闪, 徐徐冒出, 直到升到上方石鱼杖处才停下了身形。 他面带一丝警惕, 目光阴沉四下一扫, 剑阵! 老者神色一动, 一眼就看出了几分门道。 不过就在老者方一现行而出, 四周的青莲光芒一丈, 突然无数连伴击视而出, 他们在途中一闪下, 又瞬间化为一道道青蒙蒙的丰刃, 铺天盖地地朝着老者击视而去。 老者脸色一沉, 未见其催动和法觉, 提表红光就猛然一丈, 化为一层赤红光幕将自己护在了其中。 扑吹之声大响, 锋刃仿佛飞蛾投火般, 纷纷没入红光中, 下一刻, 噼里啪啦化为一团团刺目光球, 瞬间化为了乌影。 这位狡翅族高洁存在, 也不知道修炼的是何种活属性功法, 竟然霸道得如此地步, 连幻化的属性功击, 都可以直接点燃消入, 但是老者既然身处见证之中, 含力的攻击手段自然不会只是那么一点。 在锋刃无效的一刹那, 高空中青光大放, 一节节粗弱水缸的青色巨木 凭空浮现而出, 接着劈头盖脸的直杂而下, 细看之下就可发现, 每一节巨木竟然青中带黑, 似乎沉重无比。 老者却是冷笑一声, 提表红光突然在其袍袖朝上一挥后, 漠然冲空中飞卷而去。 红光所过之处, 那些青色巨木尚未坠下十几丈, 就化为一股股青烟, 消失不见了。 小子, 别枉费心机了。 见证若是其他属性, 尚可给老夫造成一些麻烦, 单纯的墓属性法阵, 根本无用。 老夫破掉此阵, 不过是翻手间的事情。 老者随后猛然双手一掐绝, 提表红光一颤, 突然向四面八方射出一道道赤红光柱, 一闪即射间, 他们纷纷积在了青色光幕上, 炙热气息一下充斥着整个光幕中的空间。 老者面带一丝得意之色, 在他想来, 以其活属性功法的霸道, 面对木属性禁止, 自然能轻易一步而开, 从而将此剑阵一下破掉, 然后就可依仗强大的修为, 一举灭杀眼前有些大出预料麻烦的对手。 闷想连接传来, 一开始四周光幕的确像老者想的那样, 被光柱轻易洞穿出一个个硕大的孔洞, 那些青莲马上就要崩溃消散, 但是就在此时, 突然老者只觉得四周景色略一模糊, 四周的青莲光幕全都一瞬间无踪无影, 自身却身处一片陌生之地中, 四周全都是高约数十丈的参天巨树。 幻术! 纵然老者见多识广, 这次真的是大吃一惊, 幻术对其法阵禁止来说并不稀奇, 但对一向单纯追求微能之力的剑阵却是罕有听闻, 最起码老者自己头一次见到剑阵附带幻术, 不过,图形老者马上恢复了镇定, 单手一掐绝, 体表红光连闪, 一道赤焰滚滚火柱, 吞的一下冲天而起。 老者一张口, 又喷出了一张白萌萌的浮露, 此浮露一闪溃散不见, 化为一股白萌萌的飓风, 没入火柱之中。 刹那间, 烽火二丽一交融下, 原本只有张许粗的火柱下, 呼啸地化为了石余杖粗大, 声势浩大至极。 老者在身处火柱中心处, 竟然一下盘膝坐下, 同时头顶红光一闪, 竟浮现出一个青面獠牙, 但是身披赤红鳞片的巨大虚影。 而就在这虚影出现的一瞬间, 附近区域的天地元气全部骤然一跳, 被调动而去, 斗粒大小的五色光团在方圆数十里山峰密林草木附近, 纷纷浮现而出, 似乎受到什么召唤一般, 疯狂般地往剑阵所在的位置狂涌而至, 无数光点密密麻麻从空中落下, 但方一接近剑阵, 立刻被一片片青色剑光挡在了外面, 这些颜色各异的光点在剑光飞舞闪动下纷纷爆裂开来, 化为一团团五色雾气, 但是光点数量实在太多, 根本数不胜数, 片刻间的功夫, 爆裂后所化雾气净变得如同液体般粘稠, 让青色剑光飞舞也渐渐迟缓, 变得呆滞不灵起来。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图形老者一催巨型光柱, 同样在剑阵的幻术中, 开始肆无忌惮地肆虐起来, 幻术所化的无数巨木, 在火柱席卷之下纷纷化为飞灰, 根本无法抵挡, 纵然这些树木只是幻影而已, 但是幻化它们的法力, 却是由众飞剑蕴含的精纯木灵力所化, 无论是树木是否真实, 但是在如此强大的火之力攻击下, 自然纷纷燃烧溃散。 顿时老者看着四周的景色已模糊, 重新现出了原先的真实场所。 韩力藏身在剑阵之中, 剑刺情形心中微微一沉, 对方不愧为合体即存在, 身处剑阵之中仍可沟通如此多的天地元气, 对剑阵强行施压。 不过, 这也是他修为境界, 与对方相差太多的缘故, 否则身处同节化, 他完全可以凭借境界之力, 击散击溃这些汇集的天地元气, 毕竟击散可比召集天地元气容易得多。 这也是练须以上存在争斗, 很少直接调动天地元气攻击对方的原因, 即使真有如此做的费尽千辛万苦召集来的天地之力, 因为境界差距不大的缘故, 很容易被对方抢去操控, 从而得不偿失, 即使偶尔在争斗中出现天地元气的调动, 也多半是因为想施展某种大神通, 却本身法力无法支持, 从而不得不调动天地元气, 对自身施法进行一种补充。 此种情形下, 要么一旁有人辅助, 要么所施展的神通另有一套专门功法, 可以锁定召唤来的天地元气, 不易被他人抢夺。 不过真的不顾一切地调动天地元气来攻敌, 原本能调动百里甚至千里的范围, 往往也只能催动数十里的天地之力, 以尽量减少施法时间和控制之力的稳定。 眼下图形老者见寒厉境界远逊于自己,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调动如此多的天地元气, 攻击见阵, 面对此手段, 寒厉自然也是大感郁闷。 不过当初清源自以炼须及修为, 可以力敌合体及存在, 对天地元气强行攻击也自有一番应对之策。 寒厉长出了一口气, 持之飞快谈动, 一道道法觉仿佛不要法力地疯狂涉入剑阵之中, 而清源剑阵在里面光柱和外面天地之力的挤压之下, 青色光幕狂闪几下, 见证外侧深陷元气中的剑光, 同时一闪凭空消失。 接着天地元气挤压的光幕, 也是一丈一缩间, 那些青莲突然连半起开, 滴溜溜地狂胀起来。 转眼间一个个光芒闪动的青色漩涡, 在光幕表面浮现而出, 内心粘稠之极的天地元气纷纷往这些漩涡中狂驻而入, 挤压一起的天地元气数量, 净一下就被剑阵吸纳了十之一二, 原本已经开始晃动的光幕一时间重新凝厚稳定下来。 剑阵中老者原本正催动烽火之柱, 在光幕中横冲直撞, 外面天地元气的突然变化, 自然第一时间被感应到了, 老者心中一惊, 万万没想到此剑阵竟然还有此种神通, 如此的话, 他聚集来的天地元气, 岂不是反加强了剑阵的威能? 惊怒之下, 老者想都不想一声大喝, 朕的剑阵一切汝汝作响。 聚集在剑阵外面的天地元气, 顿时一阵雷鸣般的响动后, 立刻被一股凭空浮现的怪风, 一刮而散, 而如此多天地元气被剑阵吸纳后, 青色光幕变得几乎翠绿与敌, 凝厚程度不知远胜从前多少, 自己召集天地元气, 反而一个不小心资助了对手之力, 如此乌龙的事情传出去, 岂不让族中的人笑掉大牙? 图形老者急怒之下, 反冷笑了三声处了, 接着他单手一拍自己的天灵盖, 顿时一股红黄白两色灵光飞卷而出, 一晃之下现出了一个面目模糊的巨大虚影, 尚未等韩丽看清楚此虚影真面目, 那虚影就往老者本体一扑, 顿时附在了其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